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要在AquiaTemp上面手动的方式来安装一套自己的Drupal 7 而我们课程画面就延续上一节安装后的一个画面 Drupal 7的系统我们在前两节的地方在安装Temp的时候曾经把它下载过来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引用下载过来的Drupal 7的档案 我们来到档案总管,再来到我们下载的目录 找寻一下你自己下载下来的Drupal 7 好,在这个地方 利用7Zip把它解压缩到这个地方来 解压缩完成后,就在同一个目录底下找一下 好,在这个地方Drupal-7.0 上面这个Drupal 7的目录是我自己所开设的 在这个Drupal 7的目录里头,我放了很多Drupal 7相关的模组 请你不要误会了,你要寻找的是这个 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下感应 把它改成是 MyDrupal 7 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把不管是在Temp里头安装的 或是AquiaDemp里头安装的 把它的网站名称通通叫做MyDrupal 7 接下来我们再开一个答案总管 这次呢,我们要来到AquiaDemp安装的时候呢 所指定的网站的根目录 所以我们来到西巢 再来到使用者 使用者 UserSize 这里呢,是AquiaDemp安装的时候附带的AquiaDrupal 现在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MyDrupal 7呢 搬到这个使用者UserSize这个地方来 在AquiaDemp里头 预设的情况下,如果你没修改的话呢 网站的根目录就是放在使用者UserSize这个地方来 我们把MyDrupal 7搬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我们在AquiaDemp所指定的网站根目录底下 已经把网站的档案放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Aquia里头来做设定 再回到Aquia的执行工具这个地方 我们点按更多 在更多这个地方呢 请你来到Size这个页迁 目前有一个网站呢 叫做Localhost 8082 这是AquiaDrupal 预设安装起来的Drupal系统 它的路径 接下来来做一个新的Drupal的路径 不过呢,请你不要点按New 因为就AquiaDemp来讲的话 它强调的是多网站的架构 所以你当New一个的时候呢 变成的是在AquiaDrupal里头呢 New了一个直网站出来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是Import 重新再载入一套Drupal系统 路径呢提供一下 路径就是在User底下的Size 然后这个地方 按确定 所以我们的路径呢 是UserUserSizeMyDrupal7 那么它有没有其他直网站呢 这个先不要动它 Database呢 请AquiaDemp工具呢 帮忙建立一个新的 那Database的名称呢 为了方便记忆呢 我们把它取名字 叫同样的 叫做MyDrupal7 接下来Domain这个地方填一下 AquiaDemp跟Temp不太一样的是 它会帮你组出 适当的HTTP的适当网址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试看看 例如说我把我的网站叫做 在SubDomain这个地方 取名叫做MyDrupal7 好看一下你的网址 你最后Site的网址呢 会是MyDrupal7 Localhost 帽号8082 这个跟我们在Temp底下 用的时候的网址不太一样 在AquiaDemp里头 当你架了一个新的网站的时候呢 它会做网址的改写 把它变成是一个 比较好记忆的名称 而不是把SubDomain 附加在HTTP的网址的后面 如果你还有其他 再往下路径的话 你可以往下写 那么像这个UILPACE呢 它会写在 整个网站网址的后面这个地方来 好我们把它删除掉 好OK看一下我们的Domain 最后的设定 Server呢是叫做Localhost SubDomain呢叫做MyDrupal7 所以整个网址呢 请你确认一下 是HTTP MyDrupal7 Localhost 传输铺呢8082 最后再提醒一点 在你准备做这个Import的时候呢 是要先把Drupal7 解开后的Drupal7的档案 先放到AquiaDemp 所指定的网站跟目录里头 这样子的话 你在Codebase这个地方呢 才能够找到它的路径 请你务必记得先把Drupal7 网站档案呢先放到这个地方来 设定都完成以后呢 按载入 这个时候呢 AquiaDemp呢 会做一些改写的动作 OK 接下来的动作就跟我们平常在安装Drupal7的做法一样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Drupal7的执行程序的地方 我们呢做标准的安装 好继续 需要安装一个语言还记得吗 再看一次好了 我们必须把 语言的翻译包放到 目前要安装的这个Drupal网站底下的 Profiles Standards Translations 入境下面来 再回到我们的档案总管 这个语言翻译包我们前面呢也下载过来了 好 我们好像把它放到 Temp里头的Drupal7里面了 没关系 我们到Temp里面去把它再拿出来 来到这边 MyDrupal7底下呢 Profiles Standard Translations 好 这是我们下载下来以后所放的翻译包 再来呢 开出另外一个档案总管 现在是在UserUserSites下面的MyDrupal7 再来我们来到Profiles Standard Translations 好来到这边以后 把前面下载下来的中文的翻译包呢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来到我们现在AquiaDemp 自己准备手动安装的这一套Drupal下面的 Profiles Standard Translations 这个路径底下 再把它贴上来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头 再重新执行更新 好 这样子我们就有中文可以选择 再来按继续 接下来的动作跟前面在Temp里头 和Drupal安装的动作几乎是完全一样 因为现在已经在执行Drupal标准的安装程序 好 接下来设定一下网站的资讯 网站名称呢就叫做MyDrupal7 邮件地址的话呢 你可以填上一个真实的邮件地址 因为在AquiaDemp里头 它要把你的Mail工具建构起来 所以呢 你可以在Drupal7里头的传递信件 好 维护帐号 也就是这个网站的最高的全线使用者 为了简单方便起见呢 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取名叫做Admin 印码也是Admin 注意到网站维护帐号不是资料库的帐号 这一点是不同的 请你确认一下 接下来 伺服器的设定 选择你本身所在的区域 以我的地方来讲的话 我的时间是加8 好 找到你本身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 以我的时区来讲的话是加8 然后更新通知呢 两个我们都预设把它构选起来 然后按继续 火狐狸又问你说 要不要记起来它的密码 我想这个可以先不用 OK 我们已经在Aquia DEMP里头 成功的手动安装 我们自己的Drupal 7的系统 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网站 这是我们自己安装的 所以你没有看到Aquia的字眼在里头 接下来在下面的课程中 我会使用Twimp的AMP架构工具 来作为整个课程的操作平台 这个Aquia DEMP其实是相当好用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一套 事实上这一套我自己本身 在进行研究开发的时候 也有在使用 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请进入下一节的课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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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